人人都骂许家印 可是又有多少人了解许家印呢 看完这条视频 现实生活中的许家印 比你想象当中的要震撼多了 今天我们忘不了老许的负债 我们来了解他的神秘之处 神秘到什么程度呢 都说老许只要他开口 也谁得名谁就得进去 以前我是不信 现在我是真的信 老许除了弄弄房子 搞搞足球 空闲时间 对艺术的追求 那是一刻也没有停下 恒大歌舞团 那是老许对艺术的追求 一些网友 那是说的不堪入目 一个自带艺术细胞的地产 大喊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岂能是我们自己普通人 所能理解的 坊街传闻 恒大总部的42楼 神秘到让人震惊 一般人只能到40层 有权限的才能到41层 42层只有徐老板 和那些极少数的神秘嘉宾 才能去 40层有一个特别大的会议室 那是拿来招待干部的 41层有餐厅 有茶室 有健身房 有KTV 42层 那就是会议所 以及歌舞团 这些美女他们的住处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歌舞团的成员选拔非常严格 要求年轻漂亮 身材要好 而且孩子有才艺 不仅如此 孩子必须出自名校 年龄不得超过25岁 孩子是未婚 个个那是仙女下的 鼎盛时期的歌舞团达到了200多人 一年的开销就小一个亿 这些姑娘们花钱如流水 不仅收入天价 还有高额的补助 这一点钱嘛 对徐老板来说 卖也是沙沙水了 财富层可贵 美女价更高 在艺术面前谈钱 这也太俗了 有道理 但是这些姑娘们 她们不仅为公司做好了公关服务 同时还为老板 还有姐们啊 更重要的是 她们愿意为恒大的事业 艺术现身 一条龙服务 不仅为恒大赚出了品牌效应 也为徐老板的社交活动 立下了汗马功 如果不是徐老板被抓进去 这些神秘的歌舞团 这个照片 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流露出来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应兵客 眼看他楼榻了 顺兮繁华 声歌归月落 灯火下楼台啊 当然 如果说你说这支歌舞团 是给徐家印做生权涉马的 人家可能会告你诽谤啊 的确 这个歌舞团跟足球 其实它是一样的 表面上是承载着 徐家印的业务爱好 其实实际 它就是社交手段嘛 公关利器 一手抓足球 一手抓歌舞 一男一女 一文一物 不仅可以自己欣赏 而且还可以 给合作伙伴进行表演 而且一条龙服务 那是借人杀人 借佛杀佛啊 要不然人家老许 怎么能够做这么大的生意呢 如果我估计 要是古代的帝王看到了 那都自愧不如啊 相比老许 我挽回帝王啊 人生难逃三大计 贪嗔痴 贪物欲 贪美色 就像歌词里说的 秦海无尽波涛兄 风尘夜末红尘中 大浪淘尽多少痴情中 雷风塔压百两子 红楼梦中梦来醒啊 不过对于这些演员来说 他们一点都不慌张啊 不就是跳舞吗 在哪里都是跳舞 大不了换一个地 咱们接着周月 接着舞 接着周月 接着舞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 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 恒大民族歌舞团 大型公益文艺晚会的现场 也即将由 恒大民族歌舞团 为我们带来一场 高标准 高水平 高艺术造诣的 大型公益文艺演出 看到了恒大歌舞团 才知道什么是美女 女艺丝曲 只因天上游 人间能得几回 冰冬三尺 飞移日之寒 为你的才华 出众而点赞 下面请慢慢地欣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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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转发 打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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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